中文区熬岸国室 12号到社区联合剧板 运动台会 天族建厚百年 社区国民和专校主心 在操场比赛 行动劳力 并且全满火器 其中有日改后悠 退休到这段 和在校、学生 并老中 兴三台所造成的新协队 向前一代 创新一代的熬岸精神 也坚信熬岸国室的 律师为民 我请代表台南市各界 恭祝我们欧王国小 校庆生日快乐 同时也祝福我们欧王国小 校运昌隆 有道是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一个学校有办法 延续传承百年之久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也因此可以显现 我们欧王国小 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 台年来我们历届的校长 以及所有的老师 可以说是春风话语 为国家、为社会 培育无数的英台 在杰出校友里面 我们今天也即将颁奖 包括我们百年校庆 筹配会的代主任委员 他就是我们在地 杰出的企业家 另外在教育界 深受大家庆重的 我们成功大学的校长 黄校长 也是我们欧王国小 杰出的校友 还有许许多多 除了是企业界 还有在教育界 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以外 也有许许多多的医师 律师 会计师 可以说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我们欧王国小 校友的表现 都值得社会肯定 跟赞许 那我也希望我们各位同学 在利用我们百年校庆的时候 看到校友 学长学姐的杰出表现 我们也应该以他们 作为学习的榜样 我们在学校要用功读书 出了社会要服务社会 未来欧王国小 也能够以各位同学的表现为荣 好不好 好 另外呢 为了迎接欧王国小的百年校庆 除了我本人 以及教育局陈秋平陈局长 还有我们将军局的陈局长 市府的同仁 一起出席今天的盛会以外 那么其实早在 校庆来临之前 交易局也编列了预算 让我们的欧王国小的南洞 以及中南洞 还有幼儿园 包括学校的厕所 排水沟人 整个这个工程 我们都给他整建 我们也花费了一千多万元 我们就希望 在卫属将军的欧王国小 是一个百年的学校 虽然人数不是很多 但是呢 应该要整建提供给同学 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 这个是台湾市政府 责无旁贷的责任 那我们也希望 五星级的营养午餐 那我们也就图书馆 一一给他做这个整理 提高图书馆的这个环境 让学生能够亲近图书馆 目的就是希望 我们同学也能够养成阅读的习惯 以上种种 就是希望 我们同学 那在学校的时候 要用功读书 成绩能够越来越好 那同时呢 能够养成阅读的习惯 让孩子们在书籍里面 悠游成长 这样子的话呢 不仅仅人格会健全 未来也会更有竞争力 这个也是每一个同学 成为这个城市的资产 那最后呢 我再次感谢图校长 跟全体的老师 大家辛苦的教诲 各个同学 非常感谢你们